所以你待会可以打开这个 你可以参考一下 上面就有答案 第一个的话 REPT 所以请各位切到REPT REPT就repeat repeat是什么 重复哪个字 特别是要这个字 所以我可以插入函数 在文字类里面找到什么 REPT这个函数 repeat 将来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慢慢习惯 要看懂下面的相关叙述 尤其是这个 它这个函数 需要几个参数 一个参数 TES TES文字 Lambortize 重复几次 所以前面是文字 前头算号 后面是一个数字 重复几次 OK 所以我就按确定之后 当然你会发现 它会也是一样 两个参数 所以会有两个文字方块 第一个是文字 文字在哪里呢 大家不明实义 REPT 重复的字 重复哪个字 重复这个信号 所以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信号打在这里 不过记得前后一定要加双一号 直接把这个打在这里 或者是直接用这个引用它 拿到这里 两个都可以 OK 那我们引用它好了 CE 这个储存格 重复几次 跟什么有关 销售量 所以销售量点一下 158 你会发现158个星 不对吧 我们要什么 除以多少 除100 这个时候它会出现1.58 你会发现 这个1.58前后也是没有双一号 所以它是一个数字 而且是有小数点的 但是其实1.58颗星好像 当然它显示出来一定也会只是一颗星 可是正确的应该是只有1 因为无条件捨去小数点 所以如果要无条件使得去小数点的话 比较精确应该是在这个公式的外面 把它加一个INT就可以了 INT前刮弧 再加后刮弧 这个INT实际上就是整 integer的意思 就整数 INT就整数 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后面那个计算的结果 只取整数部分 那1.58就自动就帮你去掉 OK,INT 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当然你向下填满 它应该会错误 为什么错呢? 因为你如果向下填满的话 只要是公式里面的什么 列号 1跟3 它都自动会加1 所以你会发现向下填满 这个C C应该不变 可是它变2 这个变3 后面这个B3变B4 这个其实应该变 不应该变 特别是这个1 记得 如果你向下填满 你不需要它变的话 请记得 请你在1的前面加个填的符号 意思是说把它锁起来一次 这个意思是说我待会打钩 向下填满的时候 我不要让它自动 帮我改变 1永远是1了 OK 这边注意哦 不过坊间的书籍有些是叫你 连C的前面也加 C的前面加可不可以呢? 其实也是可以啦 只是说多余啦 为什么? 因为你只有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 不会影响前面的蓝 OK 只会影响列 什么时候会影响到蓝呢? 就是你向右填满 OK 所以这边注意哦 什么时候该锁 什么时候不该锁 不然有时候你要做出向下向右 一次做完的结果 那必须要对前锁定的蓝跟列要很清楚 所以这边应该建议锁一个什么? 锁一个1前面就可以打钩 OK 那全部都做完了 其他的话还有什么? LEN 所以其他请各位把LEN做一做 那还有其他还有像这些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要取什么? 取身份证字号的这一个 到这里 那问题来了 我取第二码是性别嘛 可是问题我取过来 它不是性别 所以我还可以吗? 再配合逻辑 如果它是1的话 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可是问题来了 我应该怎么做? 所以这边可能要分两阶段做哦 第一阶段是什么? 先把第二个字取出来 诶?第二个字? 那前面有那个LAPS 跟RIGHTS LAPS跟RIGHTS 它是取前面的跟后面 可是问题1在中间啊 那怎么办? 特别是哦 这一题你可以插入函数 用什么呢? MIDD函数 MIDD 这个函数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会用这个函数 很多地方你会取不到你要的资料哦 所以这个函数 应用到的机会好像蛮大的 按确定 它问你三个问题 一样嘛 所以其实我发现函数 你只要看懂 它问你什么问题 你可以给它对的东西 它就给你对的结果 那第一个问题TEST 顾名字 你要的文字在哪里? 其实就是问你字 第二个问题 STAR NUMBER STAR NUMBER STAR NUMBER 意思说 从哪一个字开始算起啊? 诶? 第几个字? 1,2 所以其实STAR 就从第二个字 所以输入2就可以了 这个CHARS 这个是CHARS 字圆的意思 CHARS 就意思说 你要几个字的意思 那我要一个字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个时候怎么样? 它就帮你把第二个字 取出一个字出来 放到这边来 告诉你这个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是的话呢? 那按确定就OK了 但是,请各位特别特别注意一点 哪个地方呢? 前后有没有? 有什么? 双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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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置哦 有没有双引号 有没有差别? 差别很大 按确定 你会发现哦 下下填满 看起来好像 看起来好像 这个地方你说 老师那 这个应该是数字吧 那其实跟各位讲 它里面实际上是一个文字 为什么知道是文字? 因为它前后有算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拿这个来做 判断 判断一般是什么? 先密的 取到那个字了 再来做逻辑 逻辑的话就把这个公式减下 不包含等号 减下 再怎么? 插入第二个逻辑函数 if 我建议哦 刚刚的公式再把它贴 贴到这里 这个取得的结果 如果等于1的话 等于1 那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有没有? 为true 为pulse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边出入男 反之就是女 不过你会发现它 前后自动会帮你加双以后 OK 按确定 但是结果出来 会是怎么样? 全部都是女 你想想说 不对啊 可是刚刚不是取过来的话 这边 这边 取到不是1吗? 那1等于1啊 那为什么 它会变成女呢? 有看出错误吗? 有朋友 眼头表示 观念有正确 这个也是还蛮常犯的错误哦 我刚才有很多朋友 师父为什么 鬼打墙了? 明明我的公式没错啊 为什么结果不对呢? 原因就在哪里 原因就在哪里 看得出来吗? 这个渠道的结果是1 但是是这个1 等于有没有 这个1 两个一样吗? 特别是哦 很多人看不出来哦 这个就关键的地方哦 错误也就是这样发生的 就是数字哦 它有可能是一个数字 也有可能是 是一个文字 那文字跟数字哦 在一侧里面 它会认为是不一样的东西 除非 你要把两边变成一样 的形态 这样两边才妹子 所以怎么改呢? 要不呢? 改后面的1 前后加双一号 要不呢? 就改前面 把前面的1 改成什么? 转换成数字就好 再来比 两个方法哦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把 把这边改成双一号 这样按确定 向下填满 OK的 没问题 解法1 解法2的话呢 相对的比较困难一点 就是如果我今天不改这里的话 那我应该改什么? 把前面的这个1 先转换成1 再跟这个1不对 可是呢 有没有一个函数 可以帮我把文字 转换成数字的函数 应该是哪个函数? 对 value函数 那个value函数 主要用途就是把文字 转换成数字哦 那我怎么知道啊? 其实 往后如果说各位想学习的话 建议你插入函数 这边有文字函数 其实每一个每一个都有用途啊 你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不过value刚好是最后一个 在这里 有没有?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 写得很清楚 也就是你把一个文字 放到value里面 他就帮你转换 也就是说 如果你刚刚这个地方 假如说没有改 没有改这里 比如说我把这个拿掉 然后你可以怎么办? 请你在这个公式的外面 包一个value就可以了 ok 不要打错 所以打一个value value Value 前刮符 然后在这个后刮符的外面 再包一次 你会发现这边变true了 按确定 下下填满 这样也是ok的 有没有? 所以这边的结果 主要是加一个value 也是可以的 所以有两个方法 当然以简单的程度来看 第一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后面这个主要是提供给各位参考 以后如果你遇到这种问题的话 记得 一定要转型之后再比较 否则的话会出错 ok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试试看REPT 跟LEN 这个两个范例 那贵了之后的话 我们待会再看 如果把REPT跟LEN 这个函数 如何解决我们刚刚的这个 手机的这个 创接的问题 试一下 咱们将到了 这达到 我应该试试看 我应该试试看